一生生的蛙鸣,一片片的农作 这是嘉义县带领证的保育动物猪罗树蛙的栖息地 为了保育当地的猪罗树蛙 南华大学志工系教授陈蒙志与旅游系教授学者与所领导的研究团队 运用AI人工智慧发展猪罗树蛙栖息地的辨识系统 找出树蛙 避免濒临绝种的树蛙栖息地受到人味的干扰与破坏 大家好,其实我刚开始对树蛙树蛙是一点都不了解的 树蛙怎么叫,这个我也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最早刚开始讨论你以后,我心里想到的是说 那我就做一个红外线侦测辨识的一个model 做树蛙辨识就可以 但是生机系的老师就发现说 树蛙它永远不可能傻傻就在那边拍照来辨识用 所以这个做法是不可能,刚好学校外面就有那个蛙叫声音 可不可以我们用AI来做一个侦测,青蛙的声音去做辨识 没人做得到,但陈教授确定用AI技术做到了 我而言的话,我们开发这些程式是好像是家常便饭一样 只要你提得出需求来,我们就可以帮你去实现出来 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去把这个青蛙的声音放到AI的模型里面 然后去见之出来,那甚至呢,我们还要在外部去收音 去采集这个金蛙声音,到后来去把银救出来 这块似乎是钱啦,全世界应该都还没有人去做到 从来没想过,AI科技可以跨域结合保育树蛙的成交说说 林郑充满了树蛙活动的痕迹 但正向人民与学者对树蛙的了解,知智甚少 直到近五年才开始有较为系统化的研究规划 那当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一些相关的,像说生态币的概念 你找到树蛙树蛙,我给你一个生态币 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一个全民来调查树蛙树蛙 那我们如果说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这个树蛙树蛙调查的话 那当然对树蛙树蛙族群的一个消长,我们就可以马上可以知道 原来这些研究主要是建构树蛙栖息的分布状况 了解树蛙栖息地的分布,才能避免人为的破坏 所以也结合现代人常用的手机建立监测点 是南华大学旅游管理学系,许哲宇,许老师 因为我是在旅游系,所以我其实在做的东西都是旅游 也就是人跟野生动物之间这种互动的关系 所以我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其实我开始就是在大林镇 这边做一些田野调查 这里也有很特别的这个猪肉树蛙 所以我慢慢的把我的研究的主题从这个其他的县市就慢慢拉到嘉义 嘉义之后,哺乳类从鸟类那就来到了这个蛙 就这一块,现在是跟志工系老师在合作 那老师就是程式,手机充满了很多的运气 当时的设计是说收了声音之后能够自动辨识 然后把这个资料回传到我们的资料库 我觉得如果在整个大林镇要布满监测点 就效率而言是比较相对没效率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动作是 我先把大林镇的热点先找出来 我们把这些热点找出来之后 我们在这些地方布所谓的监测点 徐教授认为将树蛙的监控观察 集中在几个特定地点就好 这个雏形阶段倒真的可以让民众去使用 这个又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 因为第一个,民众的手机的配备不一样 好,那再来就是说民众的使用时机不一样 那也有可能遇到的就是说 这个侦测的时候,这个青蛙的叫声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那这些问题就造成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困扰 像说呢,同一种青蛙 它叫声我们的本耳来听的时候呢 是OK的,是非常辨识出来的 但是呢,就我们的耳机来收音 然后到模型的去辨识 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难度 最后呢,我们才大概又花了一年的时间 才能够说把这个APP稳定下来 所以目前我们这个APP 已经算是已经建置完成 大概从规划到一直可以 然后最后上架 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因为做这个APP 就要一些音档 这些音档呢 就是要到户外去抓声音 那这样就是比较辛苦 然后再做程式 也会卡到一些bug 就很难找 就是可以减少人工去移入 那最重要的是方便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 承报寿与旗下团队学生 终于让系统从实验阶段进入 少数特定的是可使用的阶段 这样的统计使猪罗树蛙得一 避免受到人为干扰 让他们的巢穴获得一定的保护 做树蛙的话 它的保育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试着从这个AI的导入 让民众说 人人都可以去找到这个做树蛙 人人都可以透过AI辨识的科技 了解树蛙气息的分布 避免树蛙教授人为的破坏 更展现出人类结合AI科技 对保育树蛙与环境有序的重大贡献 南华大学专题记者 蔡岳夫聊天会大令报导